大家好,又到我們敗家的時間 本來這次我已經拍了一個直播,跟大家分享了 但由於那條片本身由於 一開始有一些網絡的問題 就弄得很狠狠 令到這條片打後裏面有點混亂 有見及此,我就決定重新拍一次這條片 不過,在剛才直播中交代的事情 我也在這裡交代一次 就當這條片是全新拍的 首先,我們有兩件事要交代 都是台務來的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的頻道終於有三千訂閱 雖然我也知道 其他頻道,我相信 可能三千訂閱一天就可以達成 但我們這些明星頻道 這三千訂閱是得來不易 所以在這裡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第二件事就是 可能大家都看到這兩三個星期 我們就沒什麼出片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還是繼續生病 另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拍檔由於工作關係 所以就離開了香港 我相信他短期內都不能回來 有見及此 一些接下來的開箱的東西 都會用Live去處理 其實原本我有一些影片已經拍了部分 以後製後製 由於拍檔的 暫時離開 所以那些影片 我相信都要作廢 可能我之後都會用Live的形式去處理 台務講完 到了今天我們這隻MASCO的主角 其實我進入MASCO坑的時候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就是出這個 武士藝的時候 大家玩開MASCO或者 有難以開MASCO都知道 MASCO這個 112系列通常都會有兩邊的產品 一邊就是平常我們也有玩開 有介紹開這些動漫或者電影人物 另一邊就是MASCO原創的角色系列 其實我自己在剛剛一拍的時候 我就入手了這隻MASCO的A準藝 我自己對它非常之高評價 做了非常英俊 配件很多 很有玩味 但是 大家跟我一樣 如果有玩開MASCO都應該會知道 其實這個MASCO原創業很快就出了大量的產品 而且它的產品幾乎都是一些MASCO Exclusive 你一定要到網上才能訂購 早期很多這些產品都要上網搶 所以如果你搶不到的話 你就要很昂貴的後綴 所以我跟自己說 就是這個MASCO原創業 我買一隻A準藝就算了 就不要再怎樣了 直到今天大家看到 我終於破了界 為什麼呢 其實MASCO的原創業 打後發展都非常神速 也有很多不同的分支 以我理解的話 當中包括有這個 蟻的特工藝系列 另外還有一些街頭文化 Grafity的系列 街頭的系列 另外還有一些科幻系列 例如之前這個 有些亞洲限定的那些 機械蜜蜂的角色 而最令我注意和有興趣 就是這個邪神系列 其實這個邪神系列 如果印象中沒有記錯 應該好像大概出過兩個角色 第一隻就是這隻的原式版本 大家都知道 我自己很嚮往黑蘇魯神話的文化產物 很喜歡的 所以其實一出這個系列 我自己就已經很有興趣 但是 惡於 錢的問題 由於我實在開得太多坑 所以就跟自己說了 MASCO系列 這些原創業 就不要碰太多了 所以那時候我也忍了手 沒有買到 當然那隻之後 已經炒得很貴 因為真的非常出色的一隻 112 直到這次官方出這個 我印象中 我第一次看到這隻的消息 是有一個師兄 在網上分享了官方開訂的連結 我看到的時候已經過了兩三個小時 對不起 兩三個小時 沒錯 沒錯 其實我本來打算 通過進去都會被人搶走 但那天我好奇進去 竟然還有貨 竟然 那我就猶豫了一下 我就跟自己說 算了 不要太多心 但是那幾天之後 很明顯 就是官網就買不完 於是 香港代理就開訂 那我就心動了 因為如果香港代理開訂 你就不用給運費 其實是省了不少的 但是都跟自己說 真的 玩了太多東西了 不如這樣 如果到時有現貨的 先買 直到去 好像印象中 上個星期 香港就終於到貨了 這個 我都沒有帶一時間出去買 因為我病了 直到這個星期 出去拿的時候 阿刀上去觀點網網 竟然讓我看到 還有兩盒 一盒是難盒的 另一盒就像現在的一盒 就是帥哥 於是我就不允許 不允許自己 立刻 就入手 今天跟大家分享 說這麼多 都是解釋 為何自己要破戒 這樣 是的 我們不要說這麼多 不如 首先 就 看看包裝盒 好嗎 這次這個包裝盒 這個包裝盒 都是用回 這一期新興 一個比較小的 Mesco 的包裝盒 這樣就 跟這個 入手未開的 這個 Bishop 其實是跟 Size 的 這些包裝盒 不是很足夠的 這樣 都是屬於小盒系列 但是 當我們把盒 一躺躺就看到了 這次的邪神角色 裡面的內容當然豐富很多 盒子也厚一倍 首先我們看到 這次的封面 就有一個 很有 Hellboy 作者 這個 米格大臣畫風的一個插圖 在封面 如果你不說的話 我真的會以為 今次這個 印切 以及這個策畫 真的出自這個 米格大臣的手筆 其實很有這種感覺 尤其他近年 他很喜歡用這種畫風 去畫虎肉的頭 更加有Hellboy 味道 我當然就非常喜歡 作為Hellboy 粉絲 看看 旁邊 當然有觸手 還有 後面 有黑種的樣子 這次這個角色 先看看 它叫做 Alticus Doom 但這次 由於不是原色版 它這個 就叫做 Nicolverse Edition Nicolverse Nicolverse 我就不太 完全知道為什麼 我們看到 Nicol 應該是死靈 應該跟死靈術士 那類相關的東西 Dicomancer 後面的verse 就是這個宇宙 所以 應該是否叫做 死靈宇宙 其實這次 這個 雖然我的名字 作得很好聽 但說穿 要坦白說 其實這次 就是一個 應該就是這個 原色版的 夜光版本 來的 其實我一向 對於這些 異色版 不是太有好感 其實有一年多大了 通常的 異色版 例如 黑色版 金色版 最討厭的 透明版 或者夜光版 通常我都不碰 但是 今次 這個 夜光版的邪神骨 我真的覺得 今次的夜光顏色 真的很適合黑Solo 本身的風格 比原本原色版 更加適合 加上 它容易買 不用給運費 還有 PASS的數量真的非常豐富 所以我自己 都是忍不住 就 入了 斜神坑 好了 今天我們看完包裝 就看看今次的Figure 因為 如果大家有看到 剛才直播的話 今次它的PASS多之外 它多了一些支架 在直播安裝的時候 就有點狠狠 所以我 就預先 就已經 就裝了一個 有型的樣子 給大家 看一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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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裝配了 一些 我知道很喜歡的 PASS 邪神骨的樣子 大家可以 看一看 為什麼我不拿 轉台出來 哈哈哈哈 對了 原本這隻Figure 它本身入盒的時候 它穿著這件 黑色的大褲子 但是 我方便展示 我就 脫掉它 先 這樣 今次這件衣服 有 扣扣 可以扣 而且 它這次兩邊三袋 是真袋 來的 那麼 再看看 近一點 看看這隻骨 今次 大家可以看到 它除了本身 平時我們都有的 這個透明支架 還有原Stan 之外 原先的插頭就是剛才合體的插頭來的 那麼 今次它還多了兩種透明支架 就讓你 將它骨在手臂 對了 就 show 回一些 譬如這些魔法陣 或者這個 我覺得比較重要一點的 譬如這個 骨在手臂 就 show 回一本書 這樣的 那麼 這裡首先 簡單致視了給大家看 對了 那麼 我又脫回去 這本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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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這次的重點 那麼 稍後呢 我就慢慢跟大家 細讀它 哈哈 好正的 先放下 那麼首先呢 我們當然 照久了 都是要解救它 就看一下 這本書 Figure 本身 對 那麼 首先呢 當然 大家可以看到 這次的骨 呢 原本的眼盒 不是這樣的 沒錯 我是安裝了一隻眼的 這個 PASS 那麼這次呢 它的眼是有些東西玩的 那麼有一個 靈魂出竅的 眼火PASS 對了 我先放在一邊 看看我們這次的骨的真樣 那麼大家今次看到呢 這些 這些 熟悉的 露露的 白露的地方 都是有夜光效果的 那麼 剛才我在Live 上 就展示過一次 但是呢 我關燈 所以大家看的時候呢 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這裡就不再展示了 這樣 那麼 那麼我們首先看著 今次呢 它有一個 那個 這個叫做 頭巾 對了 包裹著 這個當然 是可以脫出來的 那麼 脫了之後呢 大家會看到 它有一個 腦袋 腦袋 這裡呢 有一個 是眼的東西來的 是的 是眼來的 沒有心邪 那麼它的腦袋 是可以脫出來的 不過我剛才 一開始第一次脫出來 就有點困難 那麼這顆眼球呢 你是可以 啪出來 就放在手上 把握 那麼這裡呢 我就不特別展示了 那麼 那麼 我們再看看其他地方 那麼 這次呢 它是有打一條 靈胎 這條靈胎呢 就沒有靈胎 卡住 所以它是會容易走位的 那麼剛才呢 在壓力出來的時候 這條靈胎是反了 肩膀上的 那麼 要 吞回前面 那麼 這次呢 它還有一個很漂亮 有花紋的 馬甲 有一個馬甲背心 對 後面就是一些 光滑絲質的布面 另外還有皮帶 對 一條很普通的 黑長直西褲 還有一對皮鞋的 那麼 這次另外呢 有一點要值得說 就是 這次呢 如果大家進去它的衣服 就會看到 它的手臂呢 是用了透明綠色的 那麼 我也覺得 挺有型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用了透明綠色的關係 就顯得 它這個 手腕位置 好像很幼 是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錯過了 還有這次我這隻 邪神骨 它本身這個 手腕的 波樽位 就比較鬆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我聽過國外師兄玩的評價 就是要小心一點 這個 手腕的波樽位 因為好像會有斷的危機 可能大家玩的時候 也要小心一點 好了 那 骨呢 我們就 主體就看完了 再看看其他配件 不如它都是由頭玩氣 那首先 今次除了有這個 頭巾之外 今次它還有 一個 西帽 這個戴完之後 就好像之前那些 那些 骨系列 的造型 當然 我也知道 以前之前那些 例如這個 自由死亡的 粉紅色骨 它的頭 就不是這樣 今次這個頭 真的是邪神系列 專有的 有個西帽 另外還有一個 自己比較喜歡的 這個 高身的禮帽 這個 就有感覺一點 就像 HELLBO作者 米亞大神畫的插圖 另外 除了剛才我們看過的 這個 眼火PASS 之外 今次它還有一個 放在眼上 玩的 PASS 就是一個 可以裝在這邊 眼的 這個 類似單面 單面眼鏡的 這個 眼球PASS 這個真的很棒 加上這個 高麗毛 就真的 很有Feel 這個 我再換一次 頭巾 對 頭巾也很棒 不過我覺得 有這個 它的鏈位 真的 配上高麗毛 就比較好看 另外 今次 頭部 除了這些PASS 之外 它還有一個 煙霧特效件 對 就讓你鋪在頸上 這樣 你可以拍下去 對 這些 在降靈儀式時 有些 蘇靈現象 對 這樣 就可以做到一個 非常之有型的效果 另外 除了這個 骨頭雕之外 當然 這次 它也有一個 黑種 黑蘇魯 風格的 這個 八爪魚頭雕 這個當然 也是這次的重點 很棒的 很漂亮 近鏡 先 這次 這個頭 首先 不是很圓的 八爪魚頭 它們的火粒 刺位 譬如 它們前面那竹蘇 看到後面 是有一些 吸盤的 細節位 其實是做得很漂亮的 當然 也是有夜光的 但是 這個頭很漂亮 之外 就有一個 缺點 就是它的蘇 就會阻礙了 動 這個 這個 就有點可惜 好 為了方便 待會我們 展示 我可以換回 骨頭雕 先 換回這個 這個 是 換回這個 最基本的 好 換回最基本的 好了 我們再看看其他 這次 手型方面 都非常豐富 這次除了有一對 攤開手型之外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次 它的手型 凡是這個 右手的 手背 都會有一個斜眼在上面 這個很棒的 除了有他手型之外 這次還有 一對拳頭手型 兩隻 這個 左手的 握野手型 這個 用來握劍 但這個 用來握發象 另外 還有一個 爪型手 後面都有斜眼 這個爪型手 你可以用來握著 剛才我說的 眼球 或者 也可以用來握發象 等一下我再展示一下 另外 它還有一隻 夜光的 這個 左手 那本身的左手 就 和這個特效件 是分開的 那我就 在 之前 已經將它 拍了進去 這個特效 因為都要花點工夫 我鏡頭面前 就做不到 所以我就先拍了進去 那當然 如果你不喜歡特效件 你可以拔回 你也可以拔回這隻手 出來的 這隻手本身 是這樣的 那其實 這次大家可以看到 它沒有斜眼那邊的手 是不是呢 先看一下 有沒有撈亂 沒有斜眼那邊的手 沒錯 沒有斜眼那邊的手 是這個 比較 有 有Feel 一點 因為呢 它好像迪洛龍師一樣 這一邊手 除完手套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綠色的 另外它還有一些其他的 同樣都是左手的這個 特別手型 例如這個 那些手指變成蛇的手型 還有呢 有一些 應該變成黑騷子之後 可以玩的 手型 例如這個蟹鉗 可以動到的 還有 最重要的是 觸手手型 這個 S型的觸手手型 很棒 這些吸盤 這些很有型 還有一個 這個 有鐵線在裡面的 觸手手型 不過摸下去 外面包著鐵線的 膠質地好像比較硬 我就不敢扭得太厲害了 怕膠有事 當然 這些都是夜光的 那 講完手中 就講一下其他 手部用的 PASS 首先 今次有一些黑魔法的角色 當然 都不少之前 鎖匡都有跟的 這些 魔法陣 有兩個大的 還有 兩個小的 另外 除了這些 這次 他也給了兩個 這個 邪神角色專有的 魔法陣 大家看到這個 好像十環邦全奇 LOGO 這裏 中間有個 黑種 LOGO 的 符印 魔法陣 那 後面有個筍位 可以插回到 剛才那些 架上 還有一個 這個 再有霸氣一點 有魷魚 魷魚發陣 這個 中間也有隻眼在 這個 我覺得 再有趣一點 後面 當然 都是有筍位 可以插回到 架上 另外 今次 我覺得 有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 他還送多了 一個架 一個 可以 站在頭的架 這個架 除了可以 用來 裝回剛才那些 魔法陣之外 今次還有一個 特別的玩法 就是 他今次有個 Taleport的發陣 這個 可以怎樣玩的呢 不如我示範一下 大家 可以 例如 把這隻手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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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出來 拔出來 我們可以 把它 裝回 這個 向外突出來的 魔法陣 這個 伸出來的手腕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伸出一隻手腕 它這隻手腕 是有布質的 跟本身的Figure 那隻手腕應該是一樣的 我們 這樣 陷完之後 當然 就把 這一邊 有洞的 插回去 本身Figure 那個手腕 插回去 鬆身一點 我們要 插回去 對 這樣 就可以玩一個 是 Taleport的 這個 次元發陣 新的手腕 在另一邊 伸出來 這個玩法 這個我自己就很喜歡 很棒的 當然啦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玩手掌的 當然你也可以裝回 一些 觸手啊 蟹蟹這些 都是ok的 除了有這個 哎呀 傳送發陣之外 它都知道我要 裝其他東西了 不如我先裝好 裝回這個 爪型手 對了 好 搞定 這次除了 剛才的發陣之外 還有一些東西 插手 首先 就有一把 這個 大家看到會有點熟 沒錯 這把 特效 加這把劍 如果大家的眼力 和記性好 的話 應該都認得了 其實它這個 是和之前這個 真人電影的 Hellboy 那把 Escalibar 是同一件 PASS 不同顏色 特效 和這把劍 都是一樣的 這把劍 拿出來 不過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 沒有上到金屬油 摸下去 這把劍很薄 我們就可能 要小心一點 真的怕弄斷 很薄 不知道為什麼很薄 看到了 是我把 Escalibar 一模一樣的 當然變了夜光 這個 可以給我剛才說的 比較小的 手型 就拿回 這個 比較小的手型 另外 它還有一支 這個就好多了 就是佈滿了 這個 文章 文章 甚至無線的 法像 有很多 黑魔法 很異教圖 風格的 一些 符印 還有一個 非常之 有些像 魔鬼和蛇形 骷髏頭的 造型 這個 可以給 這個 大一點 的 手型 維持住 另外 你也可以 拿回 爪形手 好 把它 蓋回 這個 膚肉的 頂上 可以保持 這個 這個 都是很有型的 東西 當然 無論如何有型都好 都不夠 今次我覺得 最重要的 這個 對 這個 就是這個 像 Dr. String 2 那本 黑暗神書 Dark Hole 有點像 首先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書皮 這裏有很漂亮的 魷魚 標籤 黑種 在上面 很有型的 這本書是可以打開的 本身這裏的扣子 是可以拍 但是由於它拍完之後 是 打開的時候 有些困難 我就先打開 先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個硬皮 兩邊都有順位 你可以把書皮拉直 裏面 整個都是紫質的 還有上面 全部都編了 很漂亮的 裏面的圖 很有黑蘇陸風格 有很多符號 類似地圖 很漂亮的 而且 我拿過一下 版本不同 我這裏 就 不特別支持 因為書頁 比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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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本書比較大 其實 給回 邪神骨 拿著 是有點難保持的 有點難保持的 所以 這次官方 就真的給了 剛才那些支架 給了兩個 還有 零四四 它多給了一個 方形的套件 讓我們可以把它 放在書背上 再套在手上 等回 骨可以 浮空 拿著這本書 所以就更加有黑魔法的味道 那麼 最後一件要說的 PASS 就是這個 我前幾天看 我的師兄拍照的時候 覺得非常之正的這個 背景 黑蘇陸背景 因為本身 我看官台的時候 我就沒什麼太 由於我不知道自己買不買 我免得太過 就是我越沒得多 我就越想買 所以我就 只是納過眼而已 那些PASS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本身有什麼 所以我就不知道有這個 黑蘇陸的背景 當然很棒 但是呢 到十日拿到手上 有一點點身亡 為什麼呢 不是它做得不漂亮 它塗裝啊 那些黑畫 都做得非常之正 非常之仔細 譬如有複眼啊 觸手位啊 有些火力 都做得很好 但是呢 問題就是這個背景 是一個 對 一個很輕身的膠袋 這個就有點失望了 如果它本身 嗯 重身一點 或者它可能下面有些位置 可以卡住 本身 官方的這個圓盤 可能就好一點 那這個就 純粹就在這裡 這樣 有一點點訊息 有一點點訊息 對了 那麼 PASS看完了 那我們當然呢 最後呢 都要看一下 骨頭的可動 那首先 大家看到頭 是這個波罪 那加上呢 它的頸和波子中間 是一個球關 所以大家看到 它的頸的活動幅度 是很大的 那麼 向上按 嘩 嘩 向上按 向下 按 也是OK的 那另外 要慢慢玩 這個關節 由於它包到全部的關係 所以呢 讓我摸摸 先 因為剛才的印象 首先 它沒有回軸關節 另外 手全方的轉動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 衣服呢 就要退位 另外 平舉 是高於90度 少少的 另外 有二頭肌 平轉關節 手肘接手 雙關節 完全接手 都是這麼多的 超過90度的 非常理想的 那麼 這個手腕球關 全方的轉動 內外接都OK 不過是鬆一點 大家要小心一點 另外 Body 部分 經過剛才我沒有印象 它上空手褲中間 跟平時的Body一樣 都是有分件 但由於它穿了一件 它本身是一件 三件口 現在就算有兩件 馬甲加出三也好 都是枯死了 所以其實它這個關節 跟廢了是沒有分別的 不是很動的 另外 腰 也是球關 鬥褲度不大 但是比上面好很多 所以它 摺腰 沒有了 沒有了 向後退 後面呢 挺胸 加挺腰 對 有這麼多 對 比向前摺少少 好一點 另外 腳 先移回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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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踢腳 就90度 OK 那麼 向後呢 移回褲子 屁股件頂住 45度都去不到 另外還有這個 平舉 大腿 大腿 有這個平轉關節 另外膝蓋 是雙關節 完全摺腳 是非常之厲害的 但是呢 膝蓋出來的弧度 就比較圓了少少 這個擺姿實實 我們要留意一下 最後 腳樓部分 首先這個 平轉 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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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厲害 向前 和向後 都有的 總而來講 今次這隻骨頭的可動 就是這個 正常MASCO的水準 都是 其實手術已經比想像中 可動性比較好些了 但是無奈就是 它始終都是 新包陷了 所以這個活動幅度 就比較差一點 那麼 來到最後 當然 我呢 都要拿它 和其他幾隻MASCO 我覺得 適合拍攝 就做個對比 那麼 首先呢 不如我 沒有了 我們 就這樣吧 看 其他幾隻MASCO 是 可以的 好 首先呢 我就把 剛才拿的Hellboy 就不拿了 就拿回 普通版的這隻MASCO Hellboy 出來 另外 當然要拿回 我們前一陣子 Live 都玩過的 這個 渣糠 112的渣糠 都是魔法系的 角色 好像矮了一點 我也是 我也是 不要爛 我也是 我也是 讓它夾回 對 架 這樣 佔回 對 大家可以看回比例 最後 當然 就是拿回 剛才那隻MASCO 拿回 A準MASCO 出來 拿回 站出來 對 大家 可以看到 四隻同樣都是這個MASCO 112系列 但是 來自不同作品 的角色 的大小對比 總共來說 今次這一隻 這隻 這隻 Atticus DOOM 我沒有東西製造 Atticus DOOM 我自己覺得 真的是 一隻 水準以上的好作品 難怪 這個邪屍系列 這麼受大家喜愛 這次畫面 都深深感受到的 不過 還是那句 我還是希望自己忍好手 接下來 下次再出的時候 看看 還忍到 省點錢 玩多些不同系列的東西 那 那 今次 我好像看到 其實都有幾家 香港的店舖 就翻了 但當我前 出去的時候 我就是看到 官店有現貨 如果各位星 對這隻 都有興趣的話 可能都要快些行動 那 今天我們就玩了這隻 邪神骨 我們下一條直播的影片 我就決定 就 開了這個 是的 其實已經很久 但很怕斷手的 這個 112系列的 Marvel X-Men B-Shop 這個 我們會在 這個星期六的10點 直播玩的 希望各位師兄也有時間 那 那晚記得陪著我開箱 好了 那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最後當然也要說回平時要說的話 那 如果大家 和 身邊也和我們一樣 喜歡這些 美換東西的東西 記得把我們的影片 分享給他們看 那 如果大家看到我們出片 或者直播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鼓勵一下小弟 那 那 如果大家還沒有訂閱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那 我們這些新的影片和直播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看到 那 最後 如果大家想我們的頻道 可以長自久安 生存得久一點的話 那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 都可以考慮一下 課金 Super Fan Super Track 支持一下我們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 對於我來說 都是 如果大家 看完我們的影片 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一下 互動一下 記得如果我們直播的時候 就在這個 Check Room 和我們聊聊天 如果看到我們出片的話 記得在下方留言區 就留言給小弟 讓我和大家可以多一點活動 那 雖然 我想拍得好一點 就想拍過這條影片 最後還是有點漏後 看來我累了 那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條Live的影片再見 拜拜